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当想筛选我们记录的时候 可以通过where来加上我们的条件 那我们只学到了一部分条件 那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往下学 当我们想筛选某一范围条件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可以使用betweenand 在某一个范围内 可以使用betweenand 或者是notbetweenand 一般呢你会了第一个 加not就代表取范 这是一个指定范围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来用 来一个语句 我想查询 编号在1到10之间的用户 或者是3到10之间的用户 这时候呢你可以通过 我们这种指定范围 betweenwhereidbetween 3 暗的10 是相当于我们的编号 大于等于3 小于等于10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好你看到了 3到10之间的所有记录 都已经查询出来了 得到的就是满足于我们条件的记录 那接着如果你加上not的话 代表是取范 就相当于小于3 或者是大于10 那接着你这样一查 你看到 1 2 11 12 除了3到10之间的记录 都已经被查询出来了 那这个betweener呢也比较好用 这是一个指定范围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就想查询一下 我想查询一下什么呢 编号为基数的 13579 或者说我想查询一下 省份id为14的用户 这样固定范围 或者说指定集合的时候呢 使用这种指定范围的 就不合适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用 什么呢 可以选用下面这种形式 指定集合的 可以选用in 或者是notin 代表着我们这个值 在你这个集合中出现的 那我就符合我的条件了 我就把你查询出来 那不在的话 他就查询不出来 这是一个固定的值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应用一下 查询什么呢 查询 编号为13579的用户 91113 你随便写 写上一个100 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信号 fromcms的user where写上一个id in 一个集合 13 把它拿过来 5 7 9 11 13 100 1000 都可以 只要集合中的值出现了 并且我们记录中也有的话 代表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接着你选中来执行一下 你看到执行的结果 135791都已经有 那没有13 没有100 没有100 没有1000 他就查询不出来 这样的效果 或者呢 我想查询一下 PROID 效果是一样的 我想查询一下 第一个省份和第三个省份中的人 他们的详细信息 查询 PROID为1和3的用户 select 信号 queen king的用户 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查询 用户名 为 king queen 张三 张子怡 张子怡 一的记录 select 信号 from cms的user where 写成一个username in king 再来第二个 queen 张三 张子怡 如果有的话 他也会帮你查询出来 实验一下 你看到 执行结果 查到了 那接着我们再换一下 我把它大写一下 写成一个 king g 再来一个 queen 你看到 我们名字大写了 看一下是否可以 你看到 大写和小写 在查询 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忽略了大写 这样一个形式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呢 这是in 在固定的一个范围 或者说固定一个集合 那集合中出现的值 如果我们表中也有的话 就会帮你查询出来 那notin 正好和它相反 相当于一个取反的过程 notin 你看到 除了这几个以外 除了你集合中的这些值以外 其他的是不是都被查询出来了 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范围 包括集合的形式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固定范围 包括我们的固定 这个指定集合这种形式呢 也来练习一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